观众朋友早安 今天是5月14号 刚刚透过窗井可以看到 在宜兰雨势已经开始下下来了 因为现在封面就在我们台湾上空 而且这道封面还蛮长的 就挂在台湾的正上方 而且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有一个超强的对流 就在这个中南部的外海 已经不断地长出来 而且它尾巴还不断地拖到了南部地区 所以今天其实全台各地雨势 都会不断地下下来 而且西半部不仅是雨区比较广 而且还很持续 目前气象局也针对了15个县市 来发布了大雨特报 像是在澎湖 还有新竹以南高雄 南投还有花莲地区 以及基隆北海岸 今天都是会有局部大雨 甚至伴随着雷吉跟强震风 因此要提醒大家 昨天已经有部分地区 有一些落石跟摊坊出现了 今天雨势又下下来的话 山区的活动真的要来减少了 而刚刚有说到这封面从北往南移 就是后面有一股冷空气推着它往南走 所以今天不仅会下雨 其实全台各地都有受到这一波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可以看到北台湾 今天最高温顶多就是21到22度 而南部地区会比较温暖一些 但是其实今天有下雨 在伴随东北季风的影响下 其实今天体感温度都是比较凉一点 所以今天出门不仅要携带雨具 还要携带一件博外套才能够保暖一下了 而这个雨会下到什么时候 可以看到这一道封面在下周一 就会往南移到南部的外海 而周二的时候东北季风也减弱了 而封面也逐渐的远离 所以从周二之后温度就会开始回升 而且天气也会开始来渐渐稳 周四的时候就是来到多云 顶多就是午后雷震雨 而透过一周的温度曲线图 就可以看出来这几天真的是蛮冷的 尤其北台湾低温可能只有17度 而到周二周三之后天气才会渐渐回稳 东半部也一样 而周南部虽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比较小一些 但是温度上也是蛮低的 像是在周一的时候只有18到21度 而南部地区高温可以来到27 28 但是低温也是只有20度 温差会稍微大一些提醒大家 以上是这一节情绪资讯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拓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